完全不知道 因為它的文化都爛了 南美洲也是 不要以為南美洲的印第外人不懂事 錯 我們印加文化很先進 但是又是打爛了 隨便在南美的小鎮捉了人 問問他又是甚麼都不知道 因為已經斷了 唯有頂得順的就是中國 那個原因在哪呢 就是我們人口多 所以無主席為人多好辦事都不錯了 真是不錯了 歐洲人去到美洲 他很輕易把原部落 原居民印第 叫他們叫做印第安人 那些原居的土著 真是殺了他們 殺了你便沒有了 或者不殺了你 十個裏面殺了你八個 剩下兩個 那你的文化便斷了 只有中國有人當地大 打不死 所以我們的文化呢 我們現在幾千年前的東西 很容易拿到 很容易理解 但是其他的文化 他沒有這件事 所以以前說 譬如我們說宋朝是跡弱 但不是宋朝原論 一點都不一樣 因為蒙古人 那個軍事力量大到 他全部所經地方寸草不深 就只在中國 才面對到最強大的反抗 所以蒙古人 征服中國本土 用的時間是最長的 總共多少時間呢 三代人 由成一絲漢 到宋朝才可以完全統治到中國 雙陽城打了十幾年 其實都不止 十幾年 所以其實中國的力量是最難的 同時要積極 蒙古不來之前 還有金尿 對 沒錯 會打得好 不過後來其實 已經將金國同化了 都已經同化了 我想和古宗書 澄清一下 李主席說 差不多古宗書 怎麼壞人來的 我們數個抗讀下 都不是的 如果照我看 因為我早前參加了一個研討會的中文大學 因為他們研討中國文化科 就是語科的中國文化科 有個陳天基教授 他很擴責陳子王祥 他說陳子王很重視科技 也保留了 也不是說壞得了 但董仲書又是見識壞人 我就當場說他 我說你究竟對春秋凡路有沒有閱讀過 因為董仲書的代表作就是春秋凡路 我認為董仲書是一個政治家來的 他呢 因為黃老之術 在西漢 漢文帝或漢典帝是流行的 但這個帝國一定要跟他的政策 他才不得強大一點 漢文帝是執行了董仲書的計劃的 董仲書其實最大的功能就是 他怎樣想制行皇帝 因為皇帝不受制行的 你唯有用天才有地震 你不要做壞事 你唯有用這些計劃 我們賺了二千年校的人 你不要用現在的眼光來提醒他 我覺得董仲書絕對偉大 因為為什麼漢朝、唐朝 是中國最強大的民族 就是因為漢武帝 別更過黃老之術 所以我認為董仲書 是因為漢武帝千古紀人 你自己沒有回應嗎 我認為 因為中國歷史太長了 我們一般人就分成一個朝代 什麼朝大概是這樣 但是這樣分成太隆統了 整個漢朝 我們要前漢後漢 漢朝每一個皇帝 我們其實 我們時常說 現在社會進步伐很快 古代社會都很快 換了皇帝 整個政治氣候可能完全不同了 我們說漢朝 你要說前漢後漢 漢朝每一個階段都不同的 很多不是很熟悉歷史的 就以為漢朝統一了 其實我們如果看回 詳細地去看 在高祖朝 幾多戰聯盟 連連這個打 打完這個打那個 英報彭月 韓信 一班功臣殺了之後 然後 然後 原來漢太國裡面 還有其他自己姓劉的王 這樣到文帝的時候 我們以為 已經統一了 其實不是的 周圍那些 還有很多人都不聽 你知道嗎 到景帝的時候 七國之團平了 這樣才叫做 真正的統一 我們時常說 唐朝在一個朝代 這個又不是很正確的 因為安市之段之後 已經沒有一個統一的唐朝 到處繁振割據 所以從安市之後 去到宋朝 大概是宋派中 平了北漢之後 這段時間根本是大混亂 所以我們有時候看歷史 我們不會說這個朝代是怎樣 那個朝代是怎樣 因為每一個朝代 我們還要細分 每一個皇帝 可能每一個朝 那個朝的意義 就是哪一個皇帝的朝 然後呢 在那個皇帝 我們可能要分前期後期 譬如我們說唐元宗 我們都知道 前期 開源期是盛世來的 後期到天堡年間 就亂罵我們 所以呢 因為我們的歷史 泰國的資料太豐富 那說起來 如果大家一邊標籤 這個朝代說 那個朝代說 那就爭論幾天爭論 所以我們覺得 如果說一個人的觀點 可以影響了整個世界 但是呢 整個國家呢 我不是很相信 那即使我們說 現在馬克思、列寧 影響了什麼 有些人要把馬克思 當成千古罪人 那樣 不對的 因為到列寧的時候 又不是列寧 是一個話的事 它是一個龐大的集團 在後面支持 它才可以掌權去部署 那麽呢 譬如說 克林頓 是不是克林頓一個人 都說了算數呢 不是的 可能就是後面 還有整個社會 整個風俗習慣 整個國家的力量 政黨 很多有錢人 來支持著的 所以我們每一個人說一句話 影響了幾代 我們什麼職業 一個人影響了 是不對的 整個社會 是社會每一個成員 的表現累積出來 在高位的人 他的表現影響大一點 低位的人影響小一點 就是等於香港這幾年 環境大家不太好 罵董事長 最壞的是他們 錯 不對的 因為很多 就是九七之前 廣經政府 都中了 不過大家不覺得 那時事都說 之前不是也是 那班公司沒有樣子 為什麽肥鵬搞也行 為什麽董事長搞也不行 我不對的 因為很多事情都暗湧 在之前已經中了和根 現在爆發出來了 那現在你是最高領導人 當然是你咩啡 就是這意思 所以我們說董總書 董總書不是皇帝 大家認為 漢武帝聽了董總書說 但香港真的聽了董總書說 當然不是 我的看法就是 我們都不可以說 將一時的治療歸功 一個人歸功一個人 我有一部分都很同意 潘先生說 其實就是說 我們看研究歷史 或者是觀察歷史 就要在一個末古的角度 其實就是說 董總書 他有功也有過 大家知道 譬如說 包括歷朝來說 有些 好像以前在楊先生說過 就是 劉堅田馬成谷 漢朝 其實他是 成計了徐朝的制度 而唐朝 也是成計了徐朝的制度 唐朝 最成計的最重要 就是府經 我想說回 剛才回應張先生 為什麼當時 漢武帝會接受 董東書 他這個 八家獨獨 因為跟當時 中國的 傳統